话说回来 看回头 Bulgari 宝格丽这个品牌的成长和崛起 真的是在表谈写下很重要的历史 尤其是这短短10年 就已经从我们眼中 玩表人的眼中 不起眼的一个品牌 成为现在名表界成熟男人的一个标配 现在更有了自己的表克厂 机型厂 表盘厂等等 这些都自己全部收购 成为自己品牌 就是专属制表的一个部门 那在尊大师这个Jarrett Jenta在世的时候 这个堪称神座也纳入了宝格丽品牌旗下 2013年诞生了 以Jarrett Jenta作为灵感发布 也可以说是这位大师最后的遗作 那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Octeau Cilio 那剑小杠手上是这个Octeau的这个Solo Temple 那我之所以会买这一支表回来拍影片 主要是很多方面打动了我对这一支表的看法 那这一支表是2013年所推出所诞生的 也就是最初这个Octeau系列所诞生的时候 这一支也是 据我没有错的话 这一支已经是停产了 也是我个人认为 在那么多Octeau的系列那么多款式当中最值得入手的一款 那除了刚提到它的这个辉煌成绩 在仪表论表绝对不是一般手表能做到的 而且我发现到它在二手市场的这个行情 实在是太值得了 那个价格 那这一支表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细节 一也是细节 二的还是细节 说到三的还是细节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一款手表的细节越多 处理起来就越难 难度就越高 越耗时间 所以大部分品牌通常的做法当然是尽量减少细节 但宝格利 这个Octeau 选择了这个细节最多的表格 那Octeau的这个表格一共有这个110个切面几乎 那有的面是做镜面抛光 有的是做这一种断面的拉丝 而且还要考虑到这一种它这个整个表格 每一个面里面衔接处的这一种阴阳角的这一种处理 光是做这一支表的表格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这一支表的表格足足能让我欣赏一整天啊 每一处细节的处理基本上都无可挑剔 再来就是表盘上的这个细节 这个黑不是一般乱乱随便用一个黑就给你完事了 影片和实物真的是差的太远了 那实物你看真的是让你会堆黑 瞬间又有了新鲜感 它这个黑是做的比黑更黑了 就是我们那种玛瑙黑好像 Onyx Black 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比那种 Onyx Black更黑的一个黑 呈现出来这种漆面的效果几乎真的你可以看哦 可以当镜子去照 拿在手上哦 质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级 而且把石表指针这些细节处理的没有任何瑕疵 每一次看都会觉得这一支表很有活力 而且非常的简阅耐看哦 那当然机星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旗下自家研发的这个机星 高频的一个4Hz的一个机星 也是这个高级名表在用的这种规格 高动力储存 上链非常湿滑的这个手感 这边我很难去跟大家形容这一种手感 就好像我玩过那种VC 纵横四海47040第二代的那种手感 基本上你在上弦的时候是完全 没有任何的那种阻力的 非常的湿滑哦 你几乎感觉不出此龙转动的那种手感 哇真的是太湿滑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一支表呃怎么样哦 宝格力的这个Octo Solo Tempo 但是我们就要不要看 好 感谢观看